中国生产面板的龙头企业京东方科技集团 依靠晚间发布的2023年年报显示 该公司营收1745.43亿元人民币 同比减少2.17% 规模净利润为25.47亿元 同比下滑62.22% 对于京东方净利润大幅下跌 财新网认为主要是该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变动造成的 中共宣传中的老朋友 钱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透露 他上周访问北京时被官方禁止谈论香港 并说这次高层会谈的言论审查规格胜过以往 从2023年到2024年年初 至少有6个地方专门破坏法轮功的610主任 罹患决症或遇车祸死亡 3个省级的610主任被查获判刑 据明慧网报道 截至2018年 在中国各地有超过1600名的610主任离奇死亡 因而610主任的职位被称为死亡岗位 外面调查发现 中共法院广泛使用出境禁令 许多外国高管和商人无法离境 因而陷入困境 分析指出 中共透过这种手段施压 不仅令外资企业果足不前 更加剧地与美国的外交纠纷 西唐人有的电视 真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